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陈毅的三部带播古装剧 你最期待哪一部 陈毅近期有三部古装剧引人瞩目 目前,两部剧已经顺利杀青 即将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而第三部则正在紧锣密鼓的开拍中 这三部剧各剧特色 你最期待哪一部的精彩呈现呢? 由诚意领衔主演 李一彤、肖顺瑶、王千元、郑叶诚 等众多实力派演员共同参演 这部剧讲述了英雄辈出的江湖世界 充满了刀光剑影和爱恨情仇 英雄制预计将在2024年暑期当与观众见面 并将在CCTV1和腾讯视频同步播出 令人期待 英雄制是一部改编自孙小同名武侠小说的电视剧 故事中 诚意扮演的卢云是一位文武双全的青年 他拥有着出色的才华 但由于出身贫寒 常常受到歧视和排挤 剧情主要围绕着四位少年英雄展开 他们共同踏上了闯荡江湖的征程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经历了种种挑战和际遇 面对着各种命运的曲折离奇 以及爱恨情仇的考验 这些英雄们坚定不移地追寻着 自己的理想和报复 在最终实现报效国家的目标之前 经历了一系列波折和挑战 这部剧将在2024年暑期档登陆 CCTV1和腾讯视频 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之作 是一部由陈毅和李一彤 领衔主演的爱情奇幻剧 同时还有郭俊辰 何瑞贤 常华森 张凯莹 加奈娜 王洪毅等众多实力派演员加盟 该剧将于2025年 在爱奇艺视频平台独家上线 观众将有幸领略 这个充满奇幻与浪漫的世界 故事情节将带领观众探索 狐妖 王全等元素交织的神秘世界 充满了令人期待的情节与惊喜 狐妖小红娘王全片 是根据妥小新的漫画作品 狐妖小红娘改编而成 在剧中 诚意饰演的王全富贵 出身于王全世家 是王全霸业和东方怀族的儿子 继承了家族的力量 因此拥有超凡的实力 被认为是家族中最强大的存在之一 自幼 王全富贵就备受家族的期望 被视为盗门兵人的培养对象 肩负着重大的使命 故事主要围绕着王全富贵与蜘蛛精青铜展开 他们在共同历经一系列的冒险和挑战中 逐渐成长 互相扶持 共同面对着来自内心和外界的考验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在故事中逐渐发展 从最初的陌生到深厚的情谊 共同书写着一段令人动容的成长故事 是一部由成义领衔主演的古装武侠电视剧 这部剧将在腾讯视频和爱奇艺等双平台播出 为观众呈现一场精彩分成 充满传奇色彩的视听盛宴 故事情节将引领观众踏上一段 神秘莫测的山海之旅 探索未知的世界和隐藏其中的秘密 剧中成义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又将如何演绎这场华丽的古装武侠故事 着实令人期待 是根据温瑞安的同名小说神舟奇侠改编而成 剧中成义扮演的肖秋水是一个普通少年 但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代大侠的传奇故事 他不仅在武功境界上达到了顶峰 还怀有一颗崇高的侠义之心 时刻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 这部剧将生动地展现肖秋水的命运历程 以及他为国为民的英雄传奇 是一部引人期待的古装武侠作品 这部剧以一个被现实墨平棱角的角色 肖明明为主角 他是一个酷爱武侠小说的咸鱼 但生活的压力让他不得不接受平凡的生活 通过小说男主角肖秋水的视角 他迎来了一次奇幻的武林世界之旅 从一个武力低威 充满热血冲动的少年剑客 到最终成长为有情有义 守护家国的大侠 这是一个关于成长与担当的感人故事 赴山海于5月18日在恒电开机 这标志着这部备受期待的古装武侠剧 即将开启其制作之旅 观众们将有幸目睹这个充满想象力 和情感的故事在荧幕上逐步展开 为大家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视听盛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